大家好 我是POL76的小說 今年英國品牌 Cambridge Audio 在耳機上非常積極 自從上次推出了Class AB 放大 M100 真無線耳機後 今次來到Studio 亦是用上Class AB 放大技術來推出耳機 今次是頭戴式耳機 P100 在這麼大的單元 40mm 的情況下 聲音質素如何和其他真無線功能 立即和大家實施一下 未和大家實施之前提醒大家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鐘仔按傳播 我們有家庭影院 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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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即時通知到你 這隻P100 就在我手上 這裡已經開箱了 所以看到這是一個耳機盒 耳機盒其實是一個布質材料 讓我開來看看 耳機是一隻頭戴式的無線耳機 不如看看這隻耳機除了有它自己的本體之外 我們還會有些測試 有兩條線 一條是USB Type-C to Type-C 就是用來充電 但除了充電之外 聽說它都可以做USB DAC 另外有一條線是USB-C 3.5mm 耳機其實有兩種顏色 一隻黑色一隻白色 小室借來這隻是黑色的 耳機的表面 今次很有特色地 將它們公司的Logo 放在這裡 既可以做到一個品牌效應 亦不會太突出 非常之有型 這些框位其實感覺上是金屬的設計 而Headband來說也是一個記憶棉 但這個記憶棉相對比較硬 耳札中清晰寫了一個右 而耳機的底部有很多按鍵 左邊有一個USB-C的充電位 另外有一個開關鍵 ANC的按鍵 亦會在左手邊的耳機上 右手邊的底部有三個按鍵 一個是大聲 一個是小聲 中間是播歌和暫停的鍵 非常之直觀 而耳邊來說 這個調校是一個油壓的無段式 所以大家可以自由地調節 耳機的外觀就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會和大家說一下P100的技術規格 以及進入試機的環節 Campage Audio Menomania P100 是一部頭戴式的主動降噪耳機 40mm的三層複合材料製作單元 用上Class AB 類的放大設計 藍牙版本是5.3mm 支援aptX Adaptive aptX Lossless SBC和AAC 用上高通CVC 8.0技術 可以用回音消除和雜訊抑制 電池續航力 最多可以100小時 如果打開ANC 可以有60小時 耳機重量是330克 有黑色和白色 官方零售價是2180元 耳機戴上耳罩位 因為它本身都是用了記憶面 相對來說會比較硬 尤其是頭帶方面 但放心 是不會押著是舒適的 維持著藍牙的標誌 然後它會藍白色的閃閃閃閃閃閃閃 即使用快速配合的功能 直接連接 連線後 先看看Android 首先是高清音訊 aptX Adaptive 無線播放音質 有48kHz和96kHz 在街上使用48kHz 因為干擾很大 但如果在很穩定的環境下 96kHz 就可以吃盡一點 開發人員選項 進來就會看到 正在串流aptX Adaptive 最高的設定 另外取樣率是 24bit 44.1kHz 還有48kHz或者96kHz 接著我們可以看看APP 有什麼可以做 第一個頂頂當然是耳機 電力方面是52% 這些基本的設定 可以看到 而再下一點 就會有一個 用梅子藍的Menu 再下一點 就是環境雜訊控制 它有三款 普通 噪音消除 以及透聲模式 透聲模式 亦可以選擇 高 低 或者語音焦點 噪音消除方面 高中低三款 讓你可以清晰知道 你想要哪一個的降噪 EQ Default 有平坦 藍調 電子 自然 搖滾 人聲 六款 亦可以自訂EQ 遊戲模式 低延遲 低延遲 之後 就會縮減到80個微秒 自動關機時間 有30分鐘 60分鐘 永遠都不做這個動作 不如在這裏找些歌曲聽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聲音質素 究竟是怎樣 開啟KK BOX 找一陣子聽的歌 陳卓賢的《以孤獨命名》 嘩 人聲 站得很淺 人聲方面 中頻來講 現在這一刻 剛剛開來講 我覺得它算是 挺完整 高音的位置 就未算是很清晰展現 但當然 首歌本身 就不是很多 濕濕聲聲的聲音 但我覺得 聽流行曲的話 它就很討好 因為人聲有少少潤窄 聽一聽 至少做一件離譜的事 就是Carrie T 24bit 48kHz 現在我基本上 一直都是開70%左右 音壓就已經 非常足夠聲 因為它的鋼醋做得好 所以基本上 我旁邊的環境聲 風扇聲 冷氣聲 全部是沒有 我現在好像 身處一個密室 我連自己說話都聽不到 我覺得這隻P100 有少少 一些 英國的 傳統的聲音 是一個很暖 很厚的聲音 比較上 聲音是比較慢 但這種聲音 比較耐聽 耐聽 耐聽 試試在Tidal 找一些 發燒的歌 來聽聽 我們試試 Jazz Variant 基本課程 我剛剛試了 在手機上 找一個APP 試試環境雜訊 控制 由消除鋼醋 至普通 基本上 原來 不開鋼醋 隔音 都已經很厲害 但如果不開ANC 都可以有隔音效果 基本上 既可以做到少少少省電 亦都可以少了一些ANC 的修飾 現在的EQ 是平坦的 甚麼都沒有 我試一下 教一下其他 藍釣 向來 藍釣 就會似乎 就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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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有 percentage oz 然后高音明显地扯高了 它连轻轻轻轻轻的声音 其实都会 拉高了一两折 大鼓相对比较上 没那么深沉 我会觉得这耳机 它的EQ很明显地 有声音风格的不同 每个EQ都会有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感觉 大家可以认证自己的喜好去试 试完Android之后 不妨用Iphone 去试试他训练的多首歌 有什么效果 我直接在耳朵上 去蓝牙配对的状态 它会一直连着第一部相机 跟着我再开放蓝牙配对模式 然后在Iphone直接�ė卖 二部相机一起连 先到Tidal 找手Jazz Flarian 再听一次 再切一切 聽它的平坦EQ 你會聽到它的低音量 在iPhone上是明顯誇張一點 它的大鼓鼓鼓鼓的回聲 都是長一點的 如果調到Bruce之後 它的高音位置跟剛才一樣 都會拉高 iPhone來講 它會交代得很細緻 但Android 始終bitray是24bit 所以我覺得它交代的細節 會再多一點 還有少許尾音和回聲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會以為 有壓縮的AAC 和aptX 或者hi-res的一些音色 其實是會天淵之別 但其實不一定 因為現在在AAC上 各大廠商都已經做了很多 令到它甚至有壓縮 它都可以 製造一些細節出來 我們就嘗試聽陳卓妍 又會有什麼效果 iPhone上面 Ian的聲音 就沒有剛才站得那麼前 它跟音樂 其實就拉近一點 它的層面沒有那麼深 但是都是人聲 暖聲 厚聲 而且是滋潤的 能保持到這個 我已經覺得是夠照 說真的 還有因為是一個頭戴式的耳機 基本上它的空間的定位 是會比做入耳式更加鬆容舒服的 試音式的部分 就來到這裡 耳機當然要出街 試一下通話 連線穩定度 等等不同的效果 現在小塞就來到近葵涌警署的外面 看著葵涌廣場 就跟大家試一下這隻P100的通話效果 現在電話就在使用iPhone 15 Pro Max 電話另外一邊就是Hugo Hugo 小塞,請告訴我 剛剛我說了一大堆東西 不知道你會否聽到 全部都很清晰收到 很清晰收到 現在這個環境 基本上是有點風的 有點大風 車就不算特別多 但是呢 所以來講 一會兒可能有些車就特別誇張 因為我剛才也見過 有些很誇張的大貨車 經過 你這裏聽我的後果又如何呢? 什麼背景都聽不到 什麼背景都聽不到 但是聽我的聲音都聽不到 你的聲音是清晰 夠響亮的 是 剛剛有巴士快速地洗過 嗯 都聽不到 我聽到有些聲音 有些聲音 然後就是那些聲音 會不會影響我講電話的效果 因為現在的貨車很凶狠地 剛才那一下有些聲音 剛才那一下好像跟你鬥大聲 那一下的尺聲 但是其他之前就前後都不覺得 是剛才那一下 那現在呢 在我的耳機裏面 其實就用著沒有開降噪的 那不如我又試試轉換一下一個模式 看看會不會有分別 嗯 我這邊聽到感覺好像聲音都推大了少少少 可能會微微拆拆地 我這邊好像感覺到 我試試把降噪調到最低 嗯 那現在將它調到最低 那有沒有分別呢 現在我剛剛講一下 我後面有巴士經過 哇 巴士的廣告還挺正的 我也是覺得你開了降噪之後 聲音它好像增加了少少 就是那個鏡頭 增加了少少 對好像鏡頭大了些 跟之前有些不同 好 那測試的通話就來到這裡了 謝謝Hilgo 謝謝小師 拜拜 拜拜 好啦 基本上這隻耳機在開降噪 和不開降噪的底下 都會有少少少聲音 所以大家如果想把人聲出來的聲音大聲少少 對方聽的時候大聲少少 我相信開降噪的話 是會比較好的 那現在小室正在用這個iPhone連線 那就試一下在這個攜充大電牌 走到這個攜充廣場 看看那個連線穩定度如何 剛剛就在後面那個紅綠燈 就過了一次馬路 那基本上那個連貫性 那個穩定性是非常之好 因為到現在走了整個大電路 其實它都沒有任何鈴 啊 疊聲啊 偷鼻描啊 這些情況 好了 現在進來這個攜充廣場 音壓都是依然這個音量的 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問題 相信其實現在大耳牛的頭戴式耳機 再加上這個APTX 就是Snapdragon Sound的P18 其實都用上最新的chip set 在穩定度上面都不需要太多擔心 那當然啦 現在小室正在用的就是 iPhone和Sony Xperia 1 Mark 6去做連接 每一部機的藍牙模組都會有少少不同 所以大家就自己爭取去做個參考 好了 剛剛就跟大家出街試了幾個不同的功能 基本上現在頭戴式耳機 在香港來說 我自己覺得是多了很多人用的 尤其是女生 除了外觀漂亮之外 它有的獨特性就是它的音色 因為Cambridge Audio 在英國做了這麼多年音響 其實在音色上 它們都掌握得非常好 剛才我試過幾個不同的EQ 我再輕輕調整一下 我自訂的EQ 就已經可以得到一個三頻平均 而且是有 英國傳統的聲音 那種的溫暖厚底 和人聲中頻厚韻的音色 我覺得在現在這一刻 可以用無線耳機都已經吃到這種聲音 我覺得都頗難得 而且它除了是APTX Adaptive之外 有SPC、AAC這些無線功能之外 它的有線功能其實都非常強 我們剛才也試過在iPhone 15上面 直接插個USB線 它已經可以做了解碼 而且音色還要讓我們在藍牙玩AAC的時候 更加好之餘 它是超越了我們用無線耳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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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覺得很吵 但它竟然只能搶少少人聲 然後Hilko還聽到我說話 我覺得也是有點驚喜 沒錯 想和大家總結的東西 就差不多到這裏了 這隻耳機依然和小西共聚一段時間 我亦都會一路試用它 一路試用它 看看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值得留意的 可能會在forum那邊和大家分享 或者大家在這條影片下方留言 問一些問題 如果剛好我亦都試了 可以即時回覆大家 好了 今天和大家實試 Cabridge Audio Menomania P100 頭戴式無線耳機 就來到這裏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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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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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